党主席苏仁超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 释出愿意访中的讯息之后 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接受杂志专访 他也说愿意在不设政治前提下访问对岸 那么下个星期蔡英文还将举办经济工作坊的论坛 聚焦两岸的经济议题 那么外界解读呢 苏蔡两个人为了2016提前造劲 不分居立委蔡黄狼 陆港服务处成立 蔡英文没缺席 即使早就卸下党主席职务 但这样的场合蔡英文依旧跑得勤 不只地方走透透 接受媒体专访 也释出不排除访问中国的讯息 有必要 那么也没有政治前提 那也能够达成一定的两岸的目的的话 我们也可以考虑去了 但这不设前提 愿意到对岸访问的发言 听起来很熟悉 苏贞昌月初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 就说他愿意在不设前提下访中 还恢复民进党中国事务部 表明对中国政策要与时俱进 两人难不成在两岸问题上较劲 这个事情倒是不需要这样子去特别去解读 那这个是在专访里面 专访的单位问了问题的回应 每一天都要为民进党重返执政做准备 但不是为选举 而是为人民解决痛苦 如何回应人民的要求 如何让人民增加信赖才是最重要 即使都说没较劲没去想未来选举 但两人动作频频 苏贞昌从这礼拜开始启动过庄行聊 到地方进行文化产业访问跟基层座谈 蔡英文下礼拜也连这两天 要办经济工作坊 聚焦经济两岸问题研讨 即使现在台湾2016海藻 但保温累积实力的动作 蔬菜两人丝毫没有松懈 明星文中博报导